此时 谭福音的爷爷 谭派鼻祖谭新培先生 已然去世了 谭小培先生 除了自己亲手指点谭福音以外 还请来了自己父亲 谭新培的得意门生于书颜 两个人一起教谭福音 正宗谭派功夫 我父亲不能说天天吧 反正经常的上于书颜 余先生家里去 没有正式的给他磕头 就是等于是他的徒弟 那么余先生也承认这一点 要报施恩 那么所以对我父亲呢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温桥我父亲是一朝一世地给我说的 黎元界都知道老生戏有四处最难 分别是斩马素 斩黄袍 圆门斩子和四郎探母 并称三斩一探 要老生好看 而这出四郎探母的南中之南 就在叫小翻的那句嘎吊上 唱腔在行进当中陡然拔高 讲究的就是要唱得好似平地里一声炸雷一般 这声嘎吊要是能圆满地唱出来 台下一准就得是踩声不断 可有一回 谭福英先生在天津演出临场失误 这句叫小翻没能翻上去 谭福英先生觉得对不起观众 下台之后倍感郁闷 向父亲谭小培询问起了这处嘎吊的来历 就问我祖父 说怎么老先生拍这个戏 怎么唱一大出了 唱腹少了 怎么结果蹲地蹲地来一个嘎吊还什么呢 这是哪位老先生安排的不知道 后来我祖父就跟我父亲说 你不知道 说我知道 这嘎吊是你爷安的 四郎探母做功一辙 在没唱嘎吊之前 已经有大段节奏紧张的唱功戏 一般人如果没有相当的功力 唱到这儿的时候 那气力早就已如强弩之末 想再把声音陡然拔起 唱出叫小番的嘎吊来 就算是有这份心 他也已然没那个力 当谭福音知道了这嘎吊的来历 顿时明本 这是爷爷谭心培留给后人的一个考验 如果连四郎探母里的嘎吊都唱不上去 那还怎么算谭派正宗 还怎么称得起谭心培的孙子呢 从这儿起 谭福音对四郎探母是背下苦功 再到天津演出的时候 一声劲道十足的叫小番 是寄精当场 踩声如雷 在这次纪念谭福音诞辰105周年的演出当中 一共安排了十出折子戏 都是谭派名剧 可这其中最让谭元寿老先生割舍不下的 就是那出问桥 因为这出戏 是当年父亲谭福音 手把手地教给他的 我父亲从来没有说是 到剧场去看我的戏 或是每天跟我说说戏 没有 因为他真没这时间 他得去半年 家里的这么 养有那么多人 所以这全交给我舅舅了 可是这个温桥道夫打完出箱呢 是我父亲一下子一下子教过我的 作为一个畅老生子 能够把温桥道夫打完出箱演下来 这就算是合格的一半 那么我父亲也高兴 那天就给我交去了 就在院子当中跟我说 这点怎么着 那点怎么着 就是这一问条 我父亲是一朝一世地给我说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谭福音与马连良 求胜荣 张军秋等艺术家 一同组建了北京京剧团 盘派艺术的生命 盘派艺术的生命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 而再次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潘福音与求胜荣合演的将相和 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官模演出大会上获奖 1956年他与马连良 肖长华 叶盛兰 求胜荣 袁世海等诸位艺术家 《珠联碧盒》携手合拍京剧艺术影片《群英会》《借东风》 轰动一时 更为京剧艺术宝库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2000年谭元寿先生参加京剧音配像工作 录制了谭福音先生的《问桥闹府》一辙 按照当年父亲传授的一招一式 他精准地完成了所有的动作 其中还包括这个吊毛墙背 而此时的谭元寿已经是72岁高龄的人了 那天确实跟我说了 说是提示给你找好了 到时候你当导演一说停 你就停 你就甭管了 我们单要有一个提示替你翻这吊毛 我说好 我一想我今天是给我爸爸应该想 让别人翻这吊毛 这个不太合适 我还得尽我的孝心 我摔死我认了 等到正式应该想录的时候 那替身都穿好 不过那儿涨着呢 我也不管了 我就是我爸爸了 这应该想录我说不能让别人翻 还得我翻 好 到那饭店玩的时候我就自己翻了 大伙都很惊讶 大伙吓一跳 没想到我会临时变了自己翻 2011年12月26日 纪念谭福英先生诞辰105周年的演出 进行到了高潮 83岁的谭元寿先生登台现役 在儿孙以及众多谭派弟子的簇拥下 一起为观众演唱了谭派名段